王丹 王丹 华盛顿 这里华盛顿 王丹 我们刚刚收到那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静静好像去世了 跟大家讲一下情况是怎么样 我现在了解到的大概情况是 今天上午的时候李静静律师的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是一个有精神病患律师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那么她突然遲到袭击李静静律师 那么李静静伤众抢救不及 所以现在已经过时 目前了解就是这个状况 有帮她做马上的及时的抢救对不对 这些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当场他们办公室的人把她送到医院 我还没来得及了解 应该是送进医院在急救市抢救了 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究竟是不是政治的原因 首先目前来讲的话能否排除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我们现在无法排除也无法判定 目前这个刺杀者本人是李静静的一个客户 那么他据我们听说的情况是患有精神病 那至于是不是有政治原因 我们现在没办法 这个我相信要等警方去调查 我们下期间要提供 我们下期间去行线 我们下期间的病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